美USCC發布年度報告向國會提反制中共建議 拜登與哈里斯嚴重失禍 美媒再爆猛料白宮想換副總統 民主黨淡化法案巨額支出 耶倫再發債無常限警告 拜習會談後中美結束四年媒體戰互放寬限制 美國5G頻段競標近219億美元標出 情報總監報美軍UFO文件證實外星人存在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8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告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今天正式發布2021年年度報告 並提出多項緊急措施反制中共 與此同時 今天召開的彭博新經濟論壇上 與會的中美高官再度針鋒相對 今天11月17日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向國會遞交2021年度報告 這篇539頁的報告稱 中國共產黨的無斷行為可能會加劇 USCC強調美國面臨的是一個越來越強調必勝主義 越來越具侵略性的中共 USCC在報告中還提出 多項反制中共經濟層面威脅建議 1、建議國會考慮通過綜合性立法 來解決美國投資者面臨的風險 以及投資中國股權債務和衍生工具所獲利益面臨的風險 2、建議國會通過頒布立法 確保有效實施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和2018年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 只在加劇出口控制 3、建議國會考慮立法以授權審查關鍵供應鏈 和生產能力向中國的外包 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利益 4、建議國會頒布立法 針對那些被列入中共軍功複合體企業清單中的中國實體 擴大美國投資限制的管轄權 報告還特別提到了目前關注的台海局勢 並提出建議國會應授權並撥款支持台灣 從美國購買國防物品 自在在印太地區部署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及其他武器 並加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基地 以加強其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懾 另外USCC報告中還列出多項飛躍速性建議 敦促美國採取行動對抗中共威脅 比如指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在中國有設施的上市美國公司 每年報告其運營模式中是否設有中共黨支部 指示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採取行動 對原產於新疆的產品實施全地區暫扣令等等 與此同時 今日彭博新經濟論壇在新加坡開幕 與會的中美高官再度針鋒相對 在線出席的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許諾 中國將繼續推進對外資開放 稱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同時強調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隨後 美國商務部部長雷蒙多表示 中方必須尊重知識產權 順守自己的承諾 他表示 美國希望與中國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5 爆出 華府政壇傳出拜登與副總統哈里斯嚴重失禍 哈里斯在白宮遭到邊緣化的消息 儘管白宮這兩天想製造兩人不存在分歧的氣氛 但福斯新聞進一步爆出猛料 拜登與哈里斯之間的關係遠不止這些 可能已經遭高度足以導致哈里斯被解職的地步 就在CNN爆出冷門消息的第二天 白宮在1.2萬億基建法案的簽署意識上 哈里斯名字被忽略的事情又被媒體爆出 福克斯新聞說 副總統被冷落很可能是一種疏忽 但也影射了他目前的處境 多項民調顯示拜登施政滿意度一跌再跌 哈里斯滿意度則比拜登更低 降到28%的支持度 福斯新聞節目五人小組在昨天11月16日 討論了哈里斯在拜登任期內 說在2024尋求連任時會被撤換的可能性 主持人佩里諾提到 上週關於兩人分歧的消息開始曝光 最近召開了三個月來第一次內閣會議 會議甚至不見哈里斯人影 佩里諾說儘管非常罕見 但確實是有副總統任期中任命新副總統的先例 在美國歷史上有十幾位總統的全部或部分任期中 都沒有副總統或是在任期內任命了新副總統 福斯新聞駐國會特派員斐葛蘭 最近也在一篇報導中提及 國會正在準備一些多年來從未做過的事情 這就是確認新副總統人選的過程 後來斐葛蘭在她的節目中進一步透露 她收到了一封消息人士的電子郵件 其中要求記者要在參議院和眾議院 開始熟悉副總統的確認程序 今日《美國報》發布最新聞調顯示 有近三分之二美國人不希望拜登2024年尋求連任 而哈里斯的滿意度是跌到只有28% 蘇福克大學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說 非裔選民對哈里斯的支持度本來應該有80%或90%才對 但非裔受訪者當中僅有51%滿意哈里斯表現 眾議院民主黨人計劃 在感恩之前投票通過1.75萬億氣候同社會支出法案 但預算辦公室說法案的費用被低估 而財政部長耶倫11月16日再發警告 到了12月15日 政府資金可能將耗盡 敦促局會議員提高美國債務上限 以避免債務毀約 由於參議院民主黨人不同意預算和解程序 這就意味著民主黨人將需要得到參議院共和黨人的幫助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強調 希望以兩黨合作的方式通過債務上限 但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 共和黨人不會再次提供幫助 隨著12月15日新的最後限期的快速臨近 舒默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建立一個 只需要民主黨人投票就可通過債務上限的特別預算和解程序 參議員克里斯·范霍倫透露 民主黨人正在討論一項 可以將債務上限持續到12月中旬 或更長的權宜之計 其中一個方案是 通過一個持續決議 可以幫政府將時間推遲到大約12月17日 另一項更長的方案是 民主黨人高層正在支持一項 將持續到2月或3月的撥款法案 除此之外 眾議院民主黨人計劃 在感恩節前投票通過他們1.75萬億氣候同社會支出法案 但預算監督機構說 民主黨低估了這個法案的費用 聯邦預算委員會在11月15日發布的一份報告稱 1.75萬億計劃很多項目被以某種方式縮減了 這個法案的實際成本可能接近5萬億美元 如果所有這些都成為永久性的話 這樣納稅人將再多花費大約1,000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文章提到 白宮幕僚長克萊恩在上個月底說 拜登的計劃確實很貴 拜登的支出計劃以實際美元計算 是羅斯福新政的兩倍 而民主黨試圖推銷的1.75萬億美元 更鼓勵人不工作而拿錢 拜登與習近平11月16日 舉行在線高峰會之後 美中互相放寬記者簽證限制 11月16日 中新社報導說 中美元首視頻會午前 就媒體問題達成三項共識 包括美國恢復中共駐美記者一年多簽證 並解決簽證停留期問題後 中共將給予美國駐中記者同等待遇 當晚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確實認了這一消息 聲明中還表示 中方承諾允許美國記者自由離開中國 和返回中國 美方計劃也為中國記者提供類似便利 自從2018年 美中關係因貿易衝突惡化後 雙方開始互相限制對方的媒體機構 自2018年9月開始 美國陸續將新華社等15家中共媒體 定義為外國代理人 2020年5月 美國縮減中共駐美記者簽證停留天數在90天內 而中共外交部對此表示 中共也會對美國記者採取對等措施 這項聲明在推特引發網友熱議 網友質疑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 就算放寬記者簽證 西方記者也寸步難行 而中共間諜到了美國有新聞自由 這種不對等的往來 注定美國會受害而中共受益 長期以來 美國駐華記者和中共駐美記者所受到的待遇 顯示出嚴重不對等的狀態 前國務卿的蓬佩奧在去年9月表示 美國對中方宣傳機構的限制 與中共打壓美國自由媒體之間完全無可比性 中共記者可以在美國自由採訪 但美國記者無論在人數、簽證和活動範圍等很多方面 都受到中共的嚴格限制 同時中共還通過控制簽證、約談等方式 干預美國記者的報導 甚至勾打和非法拘押他們 近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結束了5G無線通訊波頻率的主要競標 競標金額將近219億美元 顯示市場對5G網絡需求大增 以應對日益擴大的行動網絡服務 聯邦通訊委員會在新聞稿中 並沒有提到是哪些公司得標 表示這項競標將進入第二階段 讓得標者分配5G頻段 美國電訊巨頭AT&T、威瑞森、T-Mobile 以及衛星通訊上Dish Network 都登記參加這場競標案 這些頻段對5G服務有很多好處 這些服務將連接到汽車、家庭、 自動化工廠及幾十億個無線裝置 今年稍早有另一項類似的頻段競標案 總計標售創下記錄為810億美元 根據聲明 標售的頻段為3.45至2.55千兆克 又稱為中頻段 可以快速傳輸數量龐大的資訊樓 另外據韓聯社15日報導 三星美國研究中心近日已經獲得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批准 在美國德州的實驗室一帶進行6G的測試 6G傳輸數據的速度比5G快50倍 這項技術有望在2030年實現商用 日前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表示 歷年來美軍搜查的UFO記錄文件 或是外星人存在的證據 據《紐約郵報》報導 11月10日 美國國家情報DNI總監凱恩斯 出席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的 《我們的未來在宇宙》講座活動時 表示 根據調查 歷年來美軍搜查的UFO記錄文件 或是外星人存在的證據 據報導 今年夏天 美國五角大樓發布不明空中現象報告 證實了美軍的確拍下了無法解釋的神秘物體 多年來共有144起UFO出沒記錄 包括空中拍到不明飛行物文件、影片等各種數據 此外 美國FBI在74年前紀錄調查中發現9具外星人遺體 凱恩斯承認 情報機構無法理解這些奇異現象 必須進行更多調查 它坦誠有可能有外星人的存在 也在思考是否來自外層空間 凱恩斯預測未來10年內 人類與太空的關係將會大幅加速 據悉 美國當局正在建立一個上次辦公室 專門調查這些現象 因為這些令人震驚的、無法解釋的事件 現在已升級為 涉及美國軍艦和戰機安全的詳細事件 被很多軍用等級的感測器 或儀器觀察並記錄下來 現年52歲的凱恩斯早期是執業律師 曾先後擔任美國中情局副局長 也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白宮安全顧問 在今年1月份獲得拜登提名 成為美國首委國家情報局女性總監 也是美國政壇中 少數公開承認外星人可能存在的高階官員 這次新聞和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